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闭蓝 欢迎来到美兜正线 刚刚突发6月15日傍晚 解放军28架战机逼近台湾 这个我说过 北京绝对不容许北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赤裸裸的插手这个台海这个议题 现在大家要知道 美国企图把武统台湾 大家要知道 武统台湾不是你我今天在这里谈 美国他已经把武统台湾要放到这个西方的反华议题当中去了 也就是说 美国在推动武统台湾进入到北约的议程当中去 北约也在讨论这个武统台湾 以及所谓的什么台海稳定这个狗屁的这些事情 那中国人当然不答应 中国人当然不理会 中国人当然不允许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新闻 今日台海周边不平静 根据台湾国防部今日6月15日傍晚公布的台湾西南空情动态显示 解放军共动员了28架军机逼近台湾 破了今年4月13日带入25架战机逼近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动员的战机战斗机共20架 约两个中队数量 从共10架殲-16与6架殲-11 沉闷的这个局面带来了一针强心剂 我说过 只要你美国 只要你欧洲 只要你西方 你们只要敢联合起来 来让我们中国人不呼吸 你们让我们不拉屎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拉尿 你们是这么重视台湾吗 你们这么的认为台湾是你们的这个核心吗 那如果这是你们核心 我们就打进这张牌 我们就绝对他妈的会把武统 我们绝对会互统 会完成这个组合统一 大家要知道这他妈就是绝对的 国防部通过了这个 这个魏凤和当时这个通过的这个法教 这个一旦发展受阻 那么我们就要动武的 没错 你今天西方在开这个极其会议 在开这个北约这种狗屁会议 对吧 你们在会议上面干什么 你们在会议上面要来阻碍中国的发展 动不动就是香港议题 台湾议题 他妈的这个新疆议题 对吧 动不动就制裁大陆 制裁这个中国 对吧 动不动就拿中国说事 仿佛我说过 中国人只要他妈过一天好日子 他们日子他们他妈心里就不爽 我说过美国总统奥巴马 不是已经讲过了 中国人过上跟这个澳大利亚人一样的日子 就是世界的灾难 那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对吧 你所谓的机器 你们在这个大当期会谈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 那不好意思 你他妈比会议还没结束 这边就直接动 我直接就干过去 我们再来看 从此次航计图判读 16架主力歼16战机 分两批包加台湾整个南端空域 这是歼16首度有这样的战术动作 与其半飞的则为具备四具外空路导弹 携载能力的轰6K轰炸机 久违的再度出现在台湾空域 根据台湾方面的情报研判 近日因为广东方面的核能辐射外泄威胁 台军方和国安高层特别关注解放军动态 6月14日 一架运巴反潜机出没台湾西南空域 已经引起台湾国安高层注意 15日解放军一反常态大量出笼 可能显示广东核能外泄疑云并非事实 解放军以空中武力威逼台湾空域 向全球显示其态度与实力 而歼16战机和歼11战机搭配出动 也是罕见的高高配战机的战术队伍 其中歼11负责的是空中防御 歼16则发挥其多功能重型战机能力 演练对台周边海面地面目标 执行炸射的模拟任务 此外歼16首次半飞轰6K 落行至台湾东南部 显示歼16战机强大的滞空能力 其作战半径相当庞大 可以直接落到台湾东南部空域威胁 台湾空军恐怕出动了 包括东南部花莲基地台东制航基地的战机 轮班监控跟飞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是从这个 我说过从准备点 就是我当时去的那个广州的 不是这个潮州的这个叫南澳岛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属于是汕头 因为叫汕头那边 跟附近交汇处当中呢 直接就是南鹏列岛那边 直接就飞过去 飞过去呢 走了这个角度 大概是北纬的 北纬的二十四路 东进了一百一十七度 走到这个方向 然后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再落到台湾东部去 成为一个前行 就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要搞死他 那么我说过 这个台独分子不要他妈的跳 你不要以为你这个狗逼 这个什么疫情 你们天天控制这个素质 以为北京 包括你江启臣在那边喊所谓的 我操 哎呀我们这里好苦啊 我们好难受啊 台湾全岛都这个弥漫在这个一片的这个哀嚎当中啊 那个北京要高台贵手 我说过没有 现在你台湾 北京已经心寒了 对你们台人已经彻底心寒了啊 他这个是绝对是要干你们的啊 这个动作说来听点 就是回击这个北约 也就是告诉这个北约 也就是告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啊 就是说台湾军事 是我说了算 你们他妈的别少给我插嘴 尤其是什么日本啊 这个你们都想要来打台湾牌 都想要来这个干涉啊 都想要来打这张台湾牌 来和我漫天要价 不好意思 你们这个是他妈的白日梦啊 我们对这里的局势 那出动28家 我就让你看到 那 现在是28家 那我这干的时候 我出动280家 我是480家 我前两天不是已经做了这个对台的这个军力报告吗 这个地方东部南部总的兵力加起来要50万之多啊 对吧 东部战区主战 南部战区协防加这个系统配合啊 以这样的方式攻台 这没他妈的跟你开玩笑 现在的集团军是扩编的 原来的集团军73军72军71军 差不多是4.45万4.75万这样的啊 两个是4.75万 一个是4.45万人 现在都达到了8万人啊 这他妈跟你开玩笑的吗 啊 这个不要以为这个 这个好像在这里跟你们啊 过家家一样的啊 我说过今天 今天过去就是 就是对你这个模拟空气去的 两个中队全部都出动了啊 你们他妈的在 你们那个 尤其是美国啊 你们这个美国主子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你们在西方想干什么 你们北约他妈的 我在我家门口的事情 我搞不定吗 你们北约能派多少兵过来啊 他妈的比我们在在他妈 新疆东风他妈的31AG 啊 东风41全部都给你准备好 都给你都给你竖起来了 对吧 还这个美国都在这边 他妈造谣说什么 哎呀 这个法国公司嘛 说啊 台山的这个核电站 泄漏了 要买什么灵界 捕风捉影 他妈的乱七八扯 你们把日本 他妈这个核泄漏 这个事情先他妈整明白了 再说啊 中国人他妈的在海里面 补几个鱼 他们说在破坏海洋资源啊 那美国往这个 在这个比基尼环礁 也就是马少尔群岛那边 进行一千多次他妈核爆 那这算什么呢 对不对 海底沉没了大量的化学武器 都二战时候化学武器 全部都成内海底 这他妈算什么 对不对 今天你美国不要以为 中国人怕你 我说过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怕 啊 习近平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应对你们的这个 所谓的包围 所谓的这个围堵 你根本也没包围得了什么 英国航母他妈的 到现在都不知道开在哪里去了 对吧 你们这个西方这些狗屁国家 对吧 多次无视中国的这个警告 中国说了 香港新疆台湾问题 都是中国内政 但你们从来都是当 耳旁风当狗屁 那不好意思 咱们都得摆出来我们的这个态度 我跟各位讲 你别看这一种 这个战机过去了 以为是什么 哎呀 这个又是这个过去飞一飞 怎么 但是我告诉你 这绝对是一次进攻的模拟 啊 一次模拟进攻 下一次只保不惜飞过去 直接就他妈开干了 直接就是导弹就直接射了 直接直接就渡海就过去了 我告诉你 这边他妈的已经 几十万兵力 全部已经成兵在东南这边 只要你他妈这边 一旦 中国一旦判定 你北约 出台任何性的 任何什么文件 只要是牵制住我们的发展的 遏制我们的发展 那OK 我既然武统台湾 你们也在提这个台湾的这个话题 如果说我统一台湾 解放台湾的话 你们要来对我制裁 那么我现在没有 还没有进行这一步 你们已经在制裁我 已经要通过制裁 通过我跟你们的谈判 来取消你们的制裁 来换取台海的这个 所谓的狗屁和平稳定的话 那不好意思 北京将直接就开干 开干 只要你们敢在台湾 我们就展示出我们的这个态度 这次过去这些飞机 我跟各位讲 全都是你看 空6K伴随着这个歼11歼16 对吧 全部有这个高空 高中空的这个搭配 对吧 这个反潜机进行这个反潜 这个空 这个空警500预警机 进行空中指挥 对吧 歼11战机 空中格负责空中格斗 歼16负责这个空袭 对吧 这个空6K负责对这个 有些目标 对台湾的这些机密目标 目标 可能是在这个上面搭载的 这个战术性核武器 瞄准这个制航基地 加山空军基地的 反正有一个机器 绝对要被核爆掉的 对吧 战术核武器很干净 没有这个核辐射 很干净的 中国有这个能力 而且是小型化 对吧 那么尤其是对东部的 这个水面舰艇 进行这个打击 这边已经飞过去 这边就直接就开稿 说句实话 打台湾他妈的 就算连航母都不需要 我说实在话 真的 你以为你们这个台湾 有什么好拿不下来的吗 操 我说了 到现在 这个台海 这个和平稳定 这个台独在破坏 不是中国大陆在破坏 对于北京来讲 你再走一段 这种所谓的 承认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 说实话 让你自己去玩吧 反正你们那个也够烂 你害的是他妈 你自己的岛内人 跟北京也没什么关系 跟大陆人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说过 今天你们他妈 做的事情是什么 蔡英文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不仅说要搞台独 还要搞这么多的武力 来威胁中国大陆 也就是说 他不是台独这么简单 他是要把大陆也给弄死 要搞这么多的人过来 搞这么多的国家过来 包括美国过来 要把中国大陆给弄死 要阻碍我们的发展 要掐死我们 台独 这个台湾只是他的一个借口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今天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就是我说的 两年内嘛 这个时间里面 你保不起某一天就干了 你看今天傍晚 谁他妈知道 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控制部 山出山指挥所 都得了他妈心惯了 现在都是属于是 让这个新手都上去看 那我在想 刚刚他在吃饭 刚刚吃完饭 刚刚抽完烟 这个拉完屎 刚刚坐下来 他们解放军战机就过来了 武统也是这种形式 没有那么复杂的 要知道现在解放军 演练的都是在这个登车啊 跟你开玩笑吗 你美国你在谈 你在谈 你在谈 对 我希望他们多谈武统台湾 多 而且是要立法说 大陆要怎么样 如果要打 要出兵 最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再提出来什么制裁条件 那这样的话 直接去开干 就完事了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习总的态度 所以说我们一定是不让步的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赖哦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